铺好红地毯,高挂国旗 南非的约翰·尼斯堡将在22日到24日举办金专峰会 会员国之一的俄罗斯总统普钦将以视讯远距出席 由巴西、俄罗斯、印度、中国、南非组成的金砖国家 似乎变成挺二阵线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更亲自出席 是否借此跟有边界争议的印度总理莫迪会谈 也是关注重点 同时外媒分析如果将伊朗、白俄罗斯、委内瑞拉纳入 将被西方视为接纳中俄两国盟友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中方将会推动金砖国家成为七国集团的 全方位对手 目前已经有超过20个国家正式申请加入金砖机制 包括阿根廷、沙特、阿拉伯和印尼 彭博新闻指出 习近平今年内政乱如马 经济疲软 外长消失换人等罕见政治丑闻 大幅减少外访行程 参加金砖峰会设计访二之后 今年第二次出国 TVBS新闻林荣室 陈韵文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